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个动词怎么样呢 跟我一样 非常善变 它也可以直接在后面接上的动名词 V-I-N-Q 而且呢 这两种用法看似不同 但意思完全一样 就好像呢 COCO 跟家魂一样 两个呢 个性虽然不同 但是根本呢 是同一个人啦 我们呢 造个句子喔 自从呢 知道怀孕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住在这边喔 I started living here after learning I was pregnant 例句呢 我们呢 就是使用 start 加上动名词 start living 你呢 也可以说 start to live here OK 这两个句子呢 都是开始住在这边的意思喔 英文里啊 还有其他动词也是这种双面人的角色喔 例如呢 讲到喜欢或讨厌 像是啊 我每天都要开我最爱的跑车 I love driving my sports car I love driving my sports car 你呢 也可以说 I love to drive my sports car OK 喜欢 喜爱 love 跟like 都是这样的用法 我们呢 可以呢 再看一个例子 哇 是这间便宜的 医党的 找不见 我是全便宜上厉害的人 我是呢 这个 这个医院里面呢 看起来最时尚的人呢 I hate talking to my colleagues 哎呀 我讨厌的跟我的同事说话 他们都太乳舌了 没有办法接受我 OK I hate talking to my colleague OK 您呢 也可以说 I hate to talk 意思是一样的 再来呢 除了喜欢跟讨厌之外呢 尝试 try 也是这样的用法呢 最近喔 我本人呢 追剧追太凶 黑眼圈都跑出来了 I tried to get up earlier 今天早上呢 我就尝试早点起床 晚上呢 应该可以早点睡吧 尝试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说 try to get up earlier 尝试早点起床 你也可以说 try getting up earlier 也是一样的意思了 也是一样的意思了 所以呢 今天我们认识的这些新朋友呢 都是一些双面人 Start begin 开始 喜欢讨厌 Love like hate 或者是呢 尝试 try 他们后面呢 要接动词呢 可以使用tue加上原型动词 也呢 可以使用v-i-n-g动名词 别被搞混咯